8次交奢侈税 总金额超过3亿 却没换来一个冠军 一个视频看完篮网花过的所有冤枉钱 2001年 篮网做了一笔队史最佳级别的交易 用马布里从太阳换来基德 在他的带领下 球队第二年就冲出了东部 02年总决赛 面对巅峰OK组合 基德四场系列赛 交出场均20.8分 7.3篮板 9.8助攻的妖人数据 作为一号位 场均篮板竟然全队第一 篮网的首发中锋 是个名叫托德·马克洛奇的二轮秀 总决赛几乎被大鲨鱼生吞活泼 内线的鸿沟差距 使得篮网0比4被横扫出局 接下来的休赛期 为了提升禁区防守 篮网把封县大将范霍恩交易到76人 换来最佳防守球员穆托姆博 穆大叔曾在01年总决赛 扮演人肉沙包 联手埃弗森赢了巅峰湖人一场 获得了费城四年6500万的肥约 1600万的年薪在那个工资帽 只有4000多万的年代 比邓肯科比还贵 篮网因此交了500多万罚金 这也是队史第一笔奢侈税 被寄予厚望的穆大叔 却因为手腕受伤 02-03赛季只打了24场常规赛 不过在那个西强东弱的时代 就算没了队内第一高薪 篮网三剑克也能在东部横着走 当赛季交出49胜33负 这个战绩在东部高居第二 放在西部只能排第七 季后赛穆大叔唱军出战11分钟 得到1.8分2.7篮板 是全联盟最贵的饮水机 好在篮网有强大的虐菜能力 首轮4比2轻取只剩一个火枪手的熊鹿 四轮横扫凯尔特人双子星 冬绝横扫非完全体的活塞 积得在这轮系列赛 狂砍23分10篮板6助攻2.8抢断 并且防的比卢普斯 投篮命中率仅有27.5% 场均石头7.2不重 可是到了总决赛 内线劣势便无所遁形 穆大叔作弊上官的情况下 篮网不得不用二年级新秀 贾森·克林斯对位马刺双塔 结果可想而知 让邓肯在决胜局 砍下21加20加10加8的准刺双数据 连续两年被打穿内线 失望透顶的管理层大手一挥 买断了木托姆博 还剩两年3000万的合同 直到05年大叔加盟火箭 他还能从篮网领走1500万 这个操作使得篮网04年再次超过税限 交了940万奢侈税 这两次交税合计1500万 不光没带来实质性补强 还因为合同买断 锁死未来多年的薪金空间 之后马丁和杰弗森的新秀合同双双到期 没了新秀红利可吃 再加上活塞热火等对的快速崛起 时代红利也宣告结束 新泽西蓝网由胜转衰 可谓一招不当葬送全局 蓝网第三次交奢侈税 是搬到布鲁克林之后 财大气粗的俄罗斯老板以为砸钱就能夺冠 亲手导演了一个抽象时代 那么他的投入有多疯狂呢 11年用费沃斯加德温哈里斯 从爵士换来德龙 然后给这位两届全明星 奉上5年9800万的顶心 又送出一堆筹码 从老鹰换来乔约汉逊 单打乔同样升杯4年9000万的长约 手握联盟最贵后场组合还不够 在追逐霍华德失败后 蓝网豪制4年6000万续约大落 砸出了第三份顶心 4年4000万续约杰拉德华莱士 2年2400万续约亨佛里斯 那年的帕克尔也不过1200万 完成这些签约之后 蓝网12-13赛季的总薪资 达到8500多万 要知道这可是10年前的8000多万 当时工资贸才5000万出头 蓝网当赛季交了1300多万奢侈税 然而更疯狂的还在后面 2013年基德宣布退役 当5号球衣在巴克莱中心升起的同时 他的主人也成为这只蓝网的新任主教练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美好 2014年蓝网跟凯尔特人 做了那笔扭转命运齿轮的大交易 交易内容早已广为人知 这里就不再赘述 单说绿军二老的工资 皮尔斯年薪1500万 加里特1200万 身价也就比热火栈便宜几百万 14年的工资贸是5800万 奢侈税限7100万 蓝网光是首发5人的工资就高达8200万 全队总薪资1.12亿 这在当时能养活两个火箭队 薪资爆炸的布鲁克林蓝网 怒交9060万奢侈税 创下NBA历史交税记录 这支球队看似星光异翼 实则老化严重 平均年龄超过34岁 攻防两端严重缺乏活力 再就是德龙的伤病问题 以及离开斯龙的体系 威力大减 表现不及预期 13年49胜东部第4 季后赛首轮3比4不敌公牛 14年44胜东部第6 季后赛第二轮被热火4比1 身世横扫 既然砸钱出不了成绩 那就只能缩减开支 14年休赛期 蓝网放走合同到期的皮尔斯等人 又把加内特送回明尼苏达老家 更绝的是 身背三年合同的主教练基德 也被交易到雄鹿 换了两个次轮签 虽然想尽办法缩减开支 可由于地基打得过高 蓝网还是连续三年触发奢侈税 交了1980万罚金 为了进一步止损 蓝网随后买断了 丹打桥跟德龙的合同 丹打桥当时还剩一年2489万 是仅次于科比德联盟第二高薪 他在买断协议中放弃了300万 德龙的合同还剩2750万 蓝网已无力一次付清 只好动用延伸条款 分期五年买断 直到2020年 送给绿军的碳花都打尽了全明星 早已退役的德龙 还能从蓝网领组500多万 这疯狂的三年 蓝网交了1.23亿奢侈税 却连冬绝地板都没摸到 加上新泽西时期的两次 五次交税合计1.78亿 可这五次加起来 都没有蔡老板一个人交得多 19-20赛季 杜兰特欧文携手空降布鲁克林 除了两份必不可少的顶心 蓝网还给了二人的好兄弟 小乔丹四年四千万 后来为了甩掉这个包袱 又付出了四个二轮签 加500万现金的代价 杜兰特在勇士的时候 跟纳什关系很好 风之子曾是勇士的球员发展顾问 蓝网为了继续让球星开心 炒掉刚刚带队打进季后赛的阿特金森 四年三千六百万请纳什上位 毫无执教精力的纳什 九百万的年薪几乎跟波波围起一个水平 而他后来的执教表现和更衣士掌控力 则证明了这是一笔十足的冤枉钱 一年后蓝网又掏空家底换来哈登 三份超级顶心赛手 蓝网在接下来的三个赛季 分别交了一个亿 九千七百七十万和一千一百万奢侈税 总计二点一个亿 结果欧文二一年被垫脚 季后赛报销 哈登的腿筋也反复拉伤 状态下滑 不相信长夜将至的杜兰特纵然神勇 可孤军奋战的他终究是差了一步 二二年欧文一违反纽约的防疫规定 被禁止出战主场比赛 后来又因为电影事件再次被搬 眼看争冠无望 哈登杜兰特先后提出交易申请 三巨头就此解体 三人的离队也换回一些重建资产 哈登从费城换来两个手轮签 欧文从独行侠换回一手轮 加电风扇和丁维迪 杜兰特从太阳换回大桥 黄中和四个手轮签 三个手轮互换权 总计七手轮三互换 外加优质的年轻球员 看上去很丰厚 可对比失去的夺冠窗口 球星效益和投入的那么多奢侈税 这点回报微不足道 奢侈税制度是为了公平起见 限制豪门球队砸钱 维护小球士权益的政策 自从02年NBA实行奢侈税制度以来 阑网共有8个赛季缴纳奢侈税税 总金额3.88亿 是全联盟仅次于勇士的交税大户 肯不肯交税 也是衡量球队夺冠决心的齿 近20年 不交奢侈税也能夺冠的球队 只有5只 分别是06热火 14马四 15 17年的勇士和20胡人 大部分总冠军都离不开 重金打造的阵容 对那些只会省钱必税的球队 人们怒气不争 而对于篮网这种肯花钱 花大钱却没成事的球队 也只能哀其不幸 2008年 篮网把基德交易到小牛 换来德文哈里斯等人和两个手轮签 由于基德的合同太大 小牛四将的薪水匹配不了 于是小牛用两年 军薪400万的合同 签下已经退役的范霍恩 放进了交易中 这才配平了薪资 400万在08年相当于中产 10年阿太签约胡人 也不过一年500多万 范霍恩正是视频开头提到过的 曾为篮网单换木托姆伯的人 他是97年的榜眼秀 邓肯身后的第二人 但这次落叶归根并不光彩 小牛用以退役的范霍恩冲人头 目的是在基德交易中 少出一名能打的球员 保留战斗力 交易达成后 篮网也打算利用这份死魂灵式的合同 继续寻求交易 结果被联盟察觉 迅速制定政策 禁止了这种行为 就这样 退役在家的范霍恩 什么都没做 就从篮网领走了400多万美元 这就好比一个bug 别人用着没事 一到自己用就被封 这无疑是蓝网花的最冤的一笔钱 别人用着急毛巾